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把脉就是这样的法 寸观尺 对不对 那把脉很简单 你们只要记得 把出来的脉细细的或没有什么力量 微弱的 按下去 纵按 好像软趴趴的 这些都是属于寒性体质 你们只要记这个脉就可以了 那这样容易吗 这样寒性体质我已经教各位会变了 好 那昨天变一个就是他认为热性体质 结果不是 那我想再征求各位 因为在我的眼中没有热性体质这一个字眼 一定都 照我的目标这样算下来都是属寒性体质 那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认为自己是热性体质的 可以出来 没关系 十几个也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变 有的想出来或对自己的体质不了解的 现在通通可以出来 好 那欢迎各位出来 大家变一下 没有人啊 没有人啊 好 可以 出来没关系 还有吗 只有一个吗 因为辩证很快的啊 好 出来 不用举手 就出来 直接出来 好 直接出来 我在美国这样讲齁 一出来都起码都一二十人 我通通变 所以这个影像都有 所以也就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好 这个怎么变体质 好 好 那要出来的不用客气 好 我们就一次变清楚 让大家也会变 因为我说原始点这一套不是理论的 是从实际发展出来的 好 我们开始来变一个一个 我们用快速的方法 您认为你是热性还是寒性 我认为我是热性体质 热性体质 好 大家来看 它的脸 这样看起来是偏什么 偏黄 所以在我的看法 它是比较偏中性偏寒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教了 它还是普遇 接近中性 但还是偏寒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舌头 这样的舌头是寒还是热 因为它的舌头 大家看一下 会反光 对不对 照了光 反光 表示它的舌头是怎么样 有水分的 滋润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怎么样 寒 好 我们已经从妄诊最准确 所以我已经辨证 它是寒 那它为什么会说它是热性体质 第一呢 我总是手脚发热 而且越是天热越热 天热越发热 是吗 是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总口干吃得到 好 这是第二项 喜欢喝凉的还是热的 喜欢喝热的 喜欢喝热的 想喝喜欢喝热的 这个是不是什么 寒 这个还是寒 它讲的刚好跟我们书本上印证 所以它第三项又更寒了 好 那还有什么 就是特别口干 特别口干 那我跟各位讲 我答案已经清楚了 它被它的假象所骗 如果它去找中医 中医也会被它骗 为什么 它口干就是因为头部原始点怎么样 绷紧之后产生的错觉感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的口干只要把这里揉开了 它的口干就会立即消失 这是第一个 那你夏天会怕热 我说夏天怕热属于什么 假热 所以还是寒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讲到这里 它没有一个是热性体质 那还有什么要申诉的 没有啦 那你服气 好 那你还是偏寒 凉的都不能吃 那这里揉开 你那个口干就会好 好 谢谢 好 来 您出来 您是属于什么体质 您认为 一直是认为是热的 因为我血尿三加号 蛋白是两加号 其实 因为是有血尿嘛 到医院看 大夫都说是十二下注科学网行 导致的初学 所以说一直按照清热力是这么致的 所以就一直越来越重 现在看来就是越来越重 直到遇到原始点我才觉得有望了 哦 你看哦 他认为他的血是什么 热破下行 是吧 对 你刚刚讲的专业名字 热血保行 热血怎么样 往 失热下注 失热下注 热 失热下注 下 破落 破落 就是经过那个落 破落 热血保行 破落忘行 哦 破落忘行 是吧 对 导致的尿血 哦 导致的尿血 哦 这个很专业 我本身就是专业的 他讲这些还专业 那 失热下注 下注 破落 忘行 是吧 好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那 会下血 所以 中医师帮他开凉药 对不对 对 我一直吃的都是清热力食的药 就是补肾的加清热力食的药 这一定是凉药 所以越吃感觉是 越重 越重 所以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出血的 通通属什么 含性体质啊 如果那个中医师听 开 所以你知道 你那个 我现在才认识到 你现在 所以 还认为你是热还是 还认吗 我现在认识到自己是含性体质的 你已经认识了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说全身都浮肿 全身浮肿 全身浮肿一定是含的 那我们来看他的 面 面部都是 面色这里是什么 黄 跟第一个一样 对不对 你舌头让大家看一下 白胎 那记得 舌头伸出来 不要出力 出力尖尖的时候 用力舌头会变红 轻轻的吐出来就好 这个就看得出来 对不对 是白的 还有白胎 这个是典型的寒 没什么话好讲 好 那你应该是寒了 从 我说妄神最准 只要看舌头跟脸部 几乎就答案已经出来 那问是多余的 那出血更证实 他还是寒 那还有你认为哪里是热的 没有 听你这么说我就觉得自己太寒了 全部都寒了 太寒了 你已经认识了 对对对 那也就是你之前都走错路了 对一直都是错的 可怜啦 治病越致越重 重到什么程度 我就是往那一躺 就感觉四肢都不是自己的 哦 自己支配 谢谢 就是感觉没有 没有肢结那种痕 对对 经常有好几回感觉到 就躺在床上感觉到 有瞬间的出现过什么状态 就是全身太软无力的状态 他全身太软无力 无力也是属什么 痰 记得我讲 因为无精打采嘛 身体疲乏 那个都是属寒 所以你那种感觉还是偏寒 我还有问题就是 我 在治疗器有时候我就感觉到 后来后期吧 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寒症了 但是我用腹脂啥的 效果不好反而加重 腹脂不好 为什么 因为热静不了 急寒的时候 有时候筋要先揉开再温敷 这个我们等在处理的治疗 我们再来谈 好 那你应该知道答案了 谢谢 非常感谢 不会 那不是遇到原始点 我们消灭就没了 是吗 没有了 非常感谢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好 好 那下一位 好 您认为你是热还是寒 我现在搞不清楚是热还是寒 所以我走出来 所以我走出来 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准确的定论 好 太好了 我教各位看他的脸色 我教各位看他的脸色 他还不错 他这里还有一点 来你看前面 前面 让他们看得到 那他们也想看 这些出来的 所以看得到 他有一点红色 对 对 黄红 但是他的红色 你看 这里红 这里黄 那表示那个红色分布不均匀 表示这个红还是寒 记得红分布不均匀 这里红一块 那里红一块 这叫做分布不均匀的红 通俗假 假热 这样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真寒假热 所以在我的看法 我一看 这里红 但是这里黄 那表示分布不均匀 表示他还是偏寒 好 那你 这个是胎记 胎记 这个 对啊 我再看清楚 那个胎记就不是黑眼线 来舌头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舌头呢 他有薄白胎 濕濕的 光灯会反射 还是寒 我们不要看舌子红或白 反正只要有濕濕的通俗寒 这样会变了吧 好 那他还是偏寒 那一般中医师还会看哪里 看前骨 这里容易骗人 他只要看到红以为他上火 那就是被骗了 好 那你还有什么症状 我从小吧 就是呃 不爱穿棉衣服 不爱穿棉鞋 从小到大 没戴过手套 没戴过口罩 也没戴过头巾 冬天的时候吧 我就愿意早早的起来 让那个西北风哈 瘦瘦的刮着 吹这个头 特别舒服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凉四四的 特别舒服 人都穿着鸭绒 大绒 我通通没穿过 冬天的时候 这里边穿一个很薄的那个小羊毛绒 一边就金房那种哈 外边就穿一个可薄可薄的那个金房的那个羊毛绒那个短短大衣哈 嗯 这就过冬了 往来另外一帮 我总觉得自己吧 就有用不完的劲儿 往来精力呢 特别充沛 哦 一到医生呢 我有一个病哈 是那个 就是这个红啊 实际上这个他也不是红啊 就那个 呃 西医说是那个 呃 神经性皮炎 中医呢 就说是牛皮血 我也不知道怎么是 但是我知道 一发皮肌指定 他就来事儿 哦 一发皮肌 对 我这个人嘛 脾气特别大 嗯 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但是我做什么事情吧 最后追求完美 就这个事儿就办完了之后 我也觉得不地道哈 我心里边就不舒服 那这个活要干完了哈 我也觉得不顺眼不行 重干 我也做了一件事儿 我当时觉得对不起人哈 但是没意识到 但是过后我感觉到 哎呀这个事儿做的对不起人哈 我也不把这个事儿堵过来哈 我心里头是料不下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寒了 那这个患者我还是偏怎么样 中性偏寒 但是已经不错的体质哦 他只是一个头部这样 他头部一定有问题 因为我看他这 那我帮你按一下 我们来试测试一下 来你帮我拿 这个你看会不会痛 这一点 痛不痛 这里痛对不对 好我再帮你按一下 好我为什么要帮他按呢 我让你们证实 他吹到凉风冷收收的 他很舒服 那这个表示怎么样 这里的筋奔紧之后 所产生的错觉感 这里揉开了 他以后就怕了 因为他偏凉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这里揉开了 你这里的这个红色的 就会分布比较均匀 是这样 但是他的体质好不好 好 好 是刚刚 两位比较起来 他是 怎样 比刚刚更好 为什么 他有用不完的精力 这个来说 袁死田肯定最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是吗 我觉得说年龄更大一些 但是我就 手非常有 有劲 对对对 好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体质能够这样 算已经算是上等的啦 因为没有热性体质嘛 顶多就是越来越接近中性的 那就是最好的 那如果真的完全没有症状 真的完全中性 我看他活100岁以上 没啥问题 好 那就这样咯 好 谢谢 谢谢 还是有一点偏凉 偏寒 另外我还有一个症状 我爸不怕冷吗 但是怕热 一到夏天吧 怕什么 怕热 一热吧 我这个脸了 就像不甘意啊 就出来了 怕热一定是什么 阴寒引起 记得我讲的 怕热一定阴寒引起 因为中性体质我有界定 因为下面我就会讲 中性体质是 不怕冷也不怕热 任何环境都很舒服 这才是最顶尖的 那还会有怕热 那表示他的体质还是怎么样 不是在中性 他还是有怎么样 有问题 所以我刚刚按这里 他还是怎么样 困痛 所以这个就完全符合了 所以你怕热 中性偏寒 算是不错的体质 好 好 谢谢你 好 那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好 这样的体质就好变啦 你们看 看得出来吧 他是偏什么 我认为偏白色啦 这里就白白的 那这里黄黄的 所以黄白色 是吧 这个世俗什么 其实都不用看舌头 光看脸 这个已经不用变 那你舌头再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 有没有 还有齿痕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来 侧面看 有没有 看到了 那还有齿痕 而且还湿湿的 这个已经起码中寒了 中 已经到了中寒 是不是到极寒 我还不敢讲 但是起码已经算很寒了 因为又有齿痕出现 那你 我还有就是我的手脚啊 手是火火烫上了 一年十几都热得不得了 而手还倒汗 手都是 手倒汗一定是寒 那手会热热的感觉 也是因为什么样 经常产生错觉的感 这更清楚了 所以 怕热不代表是怎么样 热性体质 你那个也是阴寒 而且你还算很寒了 你刚刚那个还算很寒 因为你那个舌头旁边也有齿痕 而且还湿湿的 你算比刚刚都还要寒 在我的感觉 我这个手和这个脚 都是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是吗 就不好使 大家有没有听到 他怕热没有知觉 那个没有知觉也是筋奔紧 才会产生 所以我说 很多中医师一听到怕热 就完蛋 就开良药 那怕热是筋伤引起的 那他没有知觉也是筋伤 所以你是阴寒的筋伤 所以你不但要推开 而且还要温敷 你是寒了 而且温敷时间还要长一点 那这种感觉就会慢慢找回来 那脚会跟的是 一样道理 一样道理 对 那就诊断到这里 好不好 因为我看还蛮多人 我们就尽快 好 大家看起来怎么样 黄对不对 那舌头大家看一下 哇 舌头就润 对不对 而且白 所以看舌头也没什么问题 就一定是偏寒了 那你有什么热性症状吗 嗯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热还是寒性的 因为我特别特别怕的 就这个时候 特别怕的 穿的衣服都比别人多 是是 再一个就是我口干 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 我知道了 口干嘛 口干 咽干 得经常 口干 经常想喝水 就这个喝水不是因为渴 而是因为口干 非常厉害 嗯 有没有听到口干 是阴寒引起哦 他舌头很白了哦 所以你看还会口干 所以这个如果在 如果没有用原始点 中医师一定说什么 善火 是吧 你们有没有应该都有听过 那你这个是 阴寒 阴寒 所致 产生的口干 还有一个是就是激化便秘 便秘 便秘很多人也会说是什么 上火 那个是错 他体质已经 你看舌头已经这么白了 怎么会下面有火 那也是含 然后含整个新陈代谢变慢 所以产生便秘 所以楼开温敷 一般便秘就解决了 是这样 好 那您就是这样 好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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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